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行影不离》 上一期咱们聊了世界上最逆袭的多彩村庄 今天咱们乘坐地下火车从世界上最大的洞穴城堡进入 去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地下迷宫 拥有700年历史 雄居在123米悬崖峭壁上的普利亚马城堡 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城堡 这里曾是胆大顽固 解懊不驯的侠盗男爵埃拉泽姆的完美藏身处 男爵乐于帮助穷人 1478年买下了这座城堡 但五年后由于杀死了奥地利皇帝的一名亲戚 他逃回城堡避难 皇帝要饿死他 但一年过去了男爵在城堡里衣食无忧 皇帝大怒买通了一位仆人杀死了男爵 原来在这城堡背后有一条秘密隧道连同附近的尊庄 这条重要的男爵生命线 其背后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地下洞穴网络 一直延伸到了9公里外的波斯托伊纳 波斯托伊纳溶洞早在1872年就铺设了铁路 游客们乘坐火车游览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在这个堪称欧洲最大最典型的喀斯特溶洞中 大量的陈基景观 方解石、钟鲁石和石笋等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这还不算什么 30公里外的斯科契洋溶洞才是最有名的 国际言容学术与喀斯特和漏等就是起源于这里 1986年斯科契洋溶洞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其庞大的地下空间造就了欧洲最大的地下室 硕大的洞口出来竟是另一片室外桃源 1819年1月1日出版的一本旅行游记 将斯科契洋溶洞这条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峡谷当明天下 如此壮阔的自然袭击完全归功于流经地下长达40公里 一直通到意大利的雷卡河 您所看到的这一切尽在欧洲唯一一个结合了阿尔卑斯山脉、地中海、 潘多尼亚平原和喀斯特高原美景的国家斯洛文尼亚 46公里的海岸线 80度个滑雪场 森林面积欧洲第三 卡斯特地下迷宫世界第一 驻百座城堡和遗迹将斯洛文尼亚深厚的历史完美呈现 而聪明的罗马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享受这里特色疗效的温泉了 来一次旅行找一点姿势 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条会吉 tribute